最近正在拍摄自己的新剧 叫《滤镜》 其实也是跟这个行业有的息息相关的一个题材 对于色彩有非常敏锐的判断 所以今天还戴了眼镜 春晚的舞台 春晚的舞台 因为这次是跟黄妈第一次合作 所以当时还挺激动的 然后在后台的时候 见到他第一面就感觉很清晰 然后也在春晚的后台里面 碰到了很多好朋友 所以还挺有意思的一支体验 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年轻人 从相遇相知到相爱的一个很平凡的一个 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个很现实的故事 然后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相信大家看完以后可能会找到很多有共鸣的地方 然后也会找到自己对生活的一些启发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去支持被我弄丢的你 肯定是有的 因为当时一个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年龄的跨度 让大家看到不同的样子状态 对然后让他就让他相信这个事情是要是要是要是有困难的 然后其次是本身呃他的故事非常的落地吗 然后落落地比较真实 所以呃你在演你身边的人 所以大家有很多参照 所以你也要去相对的要他就不会那么的让你可以那么的飞 嗯 他就得更落地 对更落地一些 因为因为生活中太多的参照 对 可以去对比 是的 所以呃这是也是一个也是个难题 包括呃包括我当时导演他们是要求我觉得不需要不希望我的身上有任何的这种演员啊 或者说是呃艺人呢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者样貌出现下希望我是扔在普通人里面就是让我可以让看不见我的样子 这部电影里面其实用了很多呃大量的一镜到底哦对然后呢呃这个那场带钥匙那场没带钥匙那场戏其实一开始也是照着一镜到底拍的是但他牵扯到一些调度问题后来最后还是基本上是也是长镜头吧嗯 嗯因为摄影老师也是非常得高望重的一名摄影老师李宾老师对嗯嗯 嗯 我也是不知道下面一个是什么但是我猜下一个应该是爱情有怨火啊 啊 有怨火 对因为因为李宜飞的后期工作也都做完了对所以就看什么时候上起跟大家见面嗯 嗯说实话每一个角色对我对我跟我的反差都挺大的但是每一个角色里面多多少少都会 因为是我演所以会融入一些我自己个人的色彩在里面嗯对呃你像像李宜飞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非常毒蛇的精英嗯对啊所以他跟 传统意义上的霸总其实还不一样还有点区别对然后呢圆末呢是一个呃呃 古灵精怪的这么一个嗯古代的外交是外交官对然后唐琪现在我现在正在饰演的这个唐琪呢又是一个非常的呃呃 板正的一个人哦对板正然后很呃说话非常一丝不苟的这么一个文人嗯对一个博士哎呀对 所以都不一样啊天呐 嘿时间到了要护肤了记得要用冰白面膜千万别把好肌肤弄丢了天呐我孵我孵我孵我这个面膜我孵 哈哈哈哈哈 达老师是属于这种比如说闹钟一响就立刻会醒还是会摁掉就是再再一直摁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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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我基本上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就是闹钟不管用的状态都得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因为拍戏太忙我就没有对台本啊你说这这一下现挂 现挂哈哈哈 好 嘿 这是给你续上的冰白面膜 怎么还在加班啊 快去敷个动摩睡觉吧 春天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野餐啊 攻略我已经做好了 还帮你带了奥伦纳素的醒醒面膜 让肌肤亮起来透起来我要我要我要我们要一起去 哈哈哈哈 这是此时此刻的这个掌声稍微显得我们这个环节有点感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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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太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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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你看咱老师今天这么拼这么豪横啊 其实呃所有的作品都离不开大家对我的支持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收获自己的美丽心情 美丽状态 然后任何时候 不管是皮肤 还是呃这个 身体都不要有任何的瑕疵 啊让我们 最后呢就是大家可以期待我的 接下来的每一部作品 模仿这一段 这个地方都回来我还想我自己要带的话叫你回来 还说我是让你回来 我觉得你很久了 我有看到大家可以多拍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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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春天怎么还不来 谭老师加薪了 没有找不着演戏的对象 大家都说嘛可以找室友找对象不刻一下这个 我觉得很好啊 每人演着演着生活中就真的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怎么跟我刚刚跟你俩排练一样 行不行不能不能说同样的话 真的非常生气的话会这样吗 不会真的不会 也不能说的那么绝对 现在我的承受能力跟以前又不一样了 才会看似很冷静的样子 有机会可以吃到一碗螺丝饭 拿走了 你说这个我想到以前 最开始减肥的那一碗期间 每天到了吃饭的时间 然后居然没有给我吃饭 没有给我吃饭 只有一样事情可以让它暴躁起来 就是不让它吃饭 因为你本来已经饿着 然后吃不了的东西 已经很憋着了 爱吃甜甜的汤 爱吃甜甜的汤 酥酥煎脚鸡 酥酥煎脚鸡来进行提问 两位好 就是电影里面 它有一段是白小雨和王晶晶 因为没带钥匙而大吵特吵的画面 然后网友热评说别吵了 咱换个指纹锁好吗 然后也有网友表示 从来没见过谭建次发这么大的脾气 然后我想问一下谭建次老师 在生活中 会不会因为忘带钥匙而生气 我觉得忘带钥匙应该会 心里面会挺个应的 就是那种 哎呀 就是忘带钥匙怎么办 会如果你在 尤其你在 有别的工作的时候 你突然间因为一个钥匙耽误自己 其实是挺难受的一件事 但是就像刚刚 我们刚刚也聊到了 就是它绝对不会是因为 带钥匙这么简单 简单 就因为这个钥匙两个人就分手了 再说 说了去还挺可笑的 这肯定不会是钥匙了 就是 嗯 一定是生活中 对 鸡押了很久 然后这个钥匙又让他们 在在 因为他忘带了钥匙 然后当时行李被也拉丢了 等等一些 让他这种情绪给点燃了 我生活中确实不是 不是 会这么吵架的人 对 然后因为刚才老师也说了 生活中是比较平静的人 那么在塑造情绪失控的白小雨时 有什么参考呢 参考啊 参考啊 参考 参考了一下年轻时的自己 哈哈哈哈 这行吗 嗯 那个男生嘛 少年时期都会 都会相对也有暴躁的说 嗯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 现在这个暴躁冲动一点 然后就是 因为刚刚也提到了 我来讲 我来讲 我来讲